第二位都是现场明码标价的 就是看你要吃什么 就是写的是一块棋 也就是说有一块的东西 但是其他的都会有明码标价 他来的当天那个就是一元棋 当时那个视频里也能看得出来的 而且旁边就是一张明码标价单 他可能是选的那种五块啊什么的那种 都是荤菜吧 就是那些 然后他选的比较多嘛 兼换局呢 说是有人投诉确实来过的 但是现场看过之后 认为是没有问题 都是合法的 所以就也没有处罚